好,那我先示范一次 这里,我们进来之后呢 OK,各位看到这是一个 一方体,我把它删除掉 一字的A,改成一个UVSphere 让它Smooth OK,然后呢 设定一下它的颜色 看那个12,看到一颗球 重点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Composting Composting是四合成的意思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边,在进入Composting之后 我有这一个画面 那这个是节点画面 这个是成像的结果 那这个是你的观察的角度 那我们在这里 按Go这个Use Node 它会出现 开始出现一些节点 那这个节点,如果我直接这样按一个12 那你就会看到OK 有出来,这个输入是这样 输出也是这样,完全没有改变 因为输入直接 输入直接就到输出了 直接把我们现在的场景输出 所以没有改变 那重点是,我们现在可以加一些效果 加一些效果 这个效果 看一下 Burr Burr在这里 Filtr里面有的Burr Burr就是模糊一下 我把它丢在中间 那这时候没有模糊,因为它是00 丢15 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子的结果 大概是 等一下 那 image 看起来 有了 有了 这里有模模 因为它 它成像 一开始你看好像没有 但是跑完之后 它会 它才会变 所以 最后这个东西出来 是有模糊的 因为我们加入模糊 所以 你可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你放个东西 然后呢 本来在Default 轻易把它切到 Composting OK 然后呢 按 勾这个UseNode 勾完之后呢 你去加 Add里面的Filtr 的Burr 加在中间 然后给它一些 位移性模糊 那有了位移性模糊 那有了位移性模糊 之后 你们看到最后这个球出来 就是有模糊的状况 那这种 这种 结点编辑机 就是在做这种 后续的 一些 改变 后续 比如说你希望它模糊 或者是你希望去掉绿背景 或者你只希望红绿蓝颜色里面的红色之类的 之类的 这种 效果 或者是你要做菌死状 之类的 这种 就是所谓的 节点编辑机器的用法 各位试试看 那么 好